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还是讲莫赖 包括下一堂课我们还讲莫赖 所以我们会看到印象派的莫赖 我们会花三节课的时间来讲 所以也可以看到莫赖在印象派艺术 包括在美术史上 它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而且包括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幻灯封面上的所谓的调色盘 像调色盘一样的画布 就是出自于莫赖的画作 好 今天下面我们给大家是讲到的是 莫赖的甘草堆系列 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奇怪 甘草堆值得画吗 我们一提到甘草堆 你印象当中的甘草堆是怎么样的 是你在去农村的这样的一个乡村 去玩的时候 玩耍的时候 可能特别是到秋天 秋冬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成堆的甘草堆堆在那里 那么在你看到的甘草堆 在你的眼睛里是些什么颜色 好 当我现在这样问的时候 我想请视频面前的同学 你们就去发挥一下你的想象空间 你当初搜索一下你的记忆里面 当初所看到的这个甘草堆 有一些什么样的颜色 因为甘草堆的形状其实蛮简单 对吧 也就是一个方椎间形 都是一个方椎的间形 可是它的色彩是怎样的 你会用哪些色彩来形容甘草堆的色彩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先来看一副莫奈的甘草堆 好 我们看这一副 好 甘草堆我提到 在你的印象当中回想的时候 那个甘草堆 有没有你现在看到莫奈的 这副甘草堆上的色彩丰富 我相信大多数同学都没有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在这里呢 会很明显的看到 就好像太阳日出或者是 也许是日落啊 正好落在甘草堆的边缘 这个角度 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们会看到甘草堆 它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感觉 对吧 好 然后随着它的这样一个光 因为它的那个相当于天空的 那个包括云彩和天空的颜色 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绚烂 然后它反射到甘草堆上 好 因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呢 因为背景里相当于是亮的 所以甘草堆它是不是有点背光的感觉啊 有点立光 对不对 好 有点立光的时候呢 我会看到在甘草堆的这个形状的 这个边缘 它的光运 哇 你会觉得甘草堆居然可以发光 它居然是可以闪闪发光的 而且这个光从黄变到了红 有没有觉得 好 那么甘草堆如果是处于立光状态下 那也就是画面这一部分 它其实是处在阴影当中的 它实际上因为背光 可是在这个阴影当中 你看到有多么丰富的色彩 可以说红色 紫色 蓝色 绿色 黄色 在这些里面全部都有出现 大家看到没有 可实际上的甘草堆 你觉得它的固有色 它的本身颜色是什么颜色 但是画家可以观察到 这么多的丰富的 受了环境颜色影响以后 这么漂亮的绚烂的甘草堆 我可以说 可能在此之前 没有任何一个同学 可以看到一个如此色彩丰富的甘草堆 可是刚才我要给大家看的是 甘草堆系列 所以甘草堆绝对不止这一幅 好 我们接着再来看 好 我们再看这一幅 好 如果说刚才那个五颜六色的甘草堆 可能有一点像春天的 夕阳下的甘草堆 可是这里我们看到的 明显的是什么季节的甘草堆 是不是冬天的呀 你绝对是一个在很清冷的 甚至甘草堆上还堆了 飘了雪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甘草堆的色彩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甘草堆的它的阴影 明显的显示出清冷的蓝色 它是蓝色的 然后包括这边的阴影 因为有雪 我们说当很冷的时候 那个雪的那个反光的那个颜色其实不是白色 然后那个阴影部分也不是灰色 它其实是蓝色的 如果说你去找一下包括像南北极那种冰川的 它那个很常年的那个冰川 你进去后它的那个阴影的那种照片 你们去找一下那种摄影照片 它的阴影处全是蓝色 很清冷很漂亮的蓝色 所以说蓝色是最容易表现在冬天里的 特别是阴影的这样的一些颜色 好包括这边也是大家看到很明显的蓝色 那我就问一下如果是冬天 现在有一个甘草堆放在你的面前 然后它上面也被也飘了一些积雪 然后你去看它的阴影 你可以看到蓝色吗 我相信很多同学你用肉眼你感觉不出来 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印象派画家包括莫赖 他们用非常细腻和敏锐的感受 在捕捉自然当中物体和环境的这样一些色彩变化 然后我们再看天空的色彩 大家看一下 天空的色彩也分了几层对不对 好远处有山 然后那个山是蓝紫的 这样的一个泛青泛紫的这样一个山 然后但是远处我们会看到天空 那么天空因为可能有 太阳啊还是有照射啊等等 所以天空又稍微有一点暖暖的 这样一个暖衣的这样一个色彩 然后那整一个色彩呢 它在一个粉色调子中 然后表现出一个寒冷的冬天的甘草堆 所以跟我们前面一幅看到五颜六色的甘草堆 完全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看到莫赖的甘草堆 会很感动 因为他觉得甘草堆又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性人体 然后又不是一个很长得很貌美的这样一个面庞 然后甚至它也不是一个很靓丽的风景 可是莫赖却能够发现它的美 好我们下面再接着看 好我们再看这一幅 这一幅呢相比于刚才我们第一幅看到的时候 又不一样对不对 又不一样 然后我们看到背景天空的颜色更加丰富 我们看到背景的颜色 你会觉得五颜六色 四层黄绿青蓝纸 所有的颜色在这一幅作品里绝对都有呈现 你甚至觉得这是色谱光谱的颜色 在渐变 好然后再变到甘草堆的 再画到甘草堆上面 然后特别我们再看一下阴影部位 这个地面的阴影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甘草堆的阴影 因为它的阴影里面蕴含了非常丰富的色彩 所以印象牌画家其实真的很敏锐 他们对于生活 对于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色彩的体会是 极为极为细腻的 而且呢我曾经看过有科学家吧 然后他们对人的眼睛视网膜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就发现人眼其实应该是可以达到辨别至少一千种以上的颜色 应该是可以啊 只是应该 可是呢在现实生活中 我让大家去辨识色彩 比方说我说让你说红 你觉得在你可以体会到的生活经验里 你觉得有多少种红色 以前我们在课堂上做过这个实验 然后我让大家说红 然后大家说深红 大红 浅红 珠红 珠红其实都算比较比较学术专业的这样一个红的描述的词汇 然后还有什么紫红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大家会觉得能够描述的那个红色其实好像能够超过十种以上都不是太多就突然感觉到 可是呢我们这里去看到实际上呢专家说我们可以辨识一千种以上的色彩的话 那么红应该是绝对是有几十种红我们可以辨别的 可是我们其实我们说不出来 而且呢我们也不 我们说不出来也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中 我们对颜色的辨识的那个频道是很窄很窄的 但是这些画家们 他简直就是非常人的肉眼对吧 你会觉得他简直不是用肉眼在观察这样的一些自然的景物 好我们再来欣赏几副 完全不同的干草堆 大家看这一幅 这幅虽然色彩没有干材那一幅那么鲜艳和丰富 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色调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阴影是不是比较清晰 它有没有一点像正中午的时候 或者到下午 或者说因为阴影比较清晰 你就会觉得这个太阳光线是不是比较强烈 它才会形成这样的这样一个气候天气之下的干草堆 如果这个阴影是比较模糊 我们可能会觉得是阴天或者太阳不是很强烈 对吧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干草堆里面不光在表现不同的季节 然后也在表现一天当中不同的时程 好 过去有没有同学会觉得干草堆 值得你如此去研究它 然后如果让你拍一个照片 你可能不会选择专门去拍干草堆 好我们再看莫赖的这一幅作品 好 都是在不同季节不同环境之下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好那么莫赖呢 其实呢我有时候是这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些画家们 然后他们为什么会画这么多不同的干草堆 然后在他们的干草堆里 实际上有时候他们就像科学家在做实验 因为我们说摄影技术的出现 真的是颠覆了画家的饭碗 然后逼着画家要找寻一个新的道路 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时的摄影技术 绝对没有办法表现出这么丰富的色彩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一幅 简直就是童话般的干草堆 你会觉得干草堆都具有了诗意 像我们童年所幻想的这么一种 非常美妙的这样一种景色 这样的一种感觉 真的像幻想中天堂的感觉甚至 好所以说莫赖他们在做这些画作的时候 他其实有点像科学家在做实验 那么他会实验不同环境下 不同时间下 不同季节下 干草堆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干草堆可以呈现什么样丰富的色彩 他就像科学家在 然后拿一个东西在不断地去实验它 然后不断地去研究它 所以它是带有科学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状态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来画这样的一些画作 像以前在我们课上讲过干草堆以后 很多同学可能非常吃惊 因为很多同学知道莫赖 也知道莫赖鼎鼎大名 但是大家可能众多的同学都对他的碎莲系列 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可是都没有想到过 莫赖居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画干草堆 而且我记得曾经在我们的同学的这个论文里面 曾经有过一位同学就写到 他说其实呢 因为他就生活在农村 他说以他的生活经历来看 他说当他在农村 不管是比方说 放学回去呀玩耍呀 他有时候我们会倚着 靠着干草堆去玩呀 躲迷藏啊 然后去休息呀 休闲啊 然后也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心情的状态下 他说其实干草堆哪里不好看 干草堆其实很美 而且对他来说就有一种心灵的休息的这样一种 一种一种成了这样一种象征 就是干草堆甚至是可以给他心理安慰的 好 然后这个呢 这个系列是我在芝加哥美术馆时看到的 然后我当时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因为这个展厅全部展出的是莫赖的干草堆 而且呢在展出的时候 我后来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特意在有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参照物在这里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 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然后大家会看到 我们会看到一墙的干草堆 一系列的干草堆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 我其实很感动 你真的就觉得这些画家们 在以科学家的这样一种研究精神在做画 然后他们在做色彩的实验 然后他甚至把一个平常不起眼的一个干草堆 能够画得这么的生动 这么的有识意 好 那么在干草堆系列之后 还有一个系列也很棒 叫做鲁昂大教堂系列 当然了 然后你看到鲁昂大教堂系列以后 你可能会觉得 他和干草堆 真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方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说这是一幅是黄色的干草堆 黄色的鲁昂大教堂 结果我们会看到大教堂被一个金黄色的光线笼罩之下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阴影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们再对比看一幅 不同色彩的大家看 完全不同色彩的 然后其他有黄色的 然后还有这样一种偏红色调的 也可能是在夕阳的时候 那个那天可能太阳特别的红彤彤的 在这样一个光线照射下 鲁昂大教堂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好 那么莫奈能在画这些作品的时候啊 他很有意思 比方他要 他今天要画鲁昂大教堂 他决定今天去画它 然后他一大早 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 他就去 已经找到位置 摆好画架 做好 就开始准备画鲁昂大教堂 好 然后画着画着太阳出来了 然后呢 太阳出来以后 那光线是不是变了呀 从暗变到明亮 然后从这个 这个这个光线的从没有 然后变到有红韵等等 这样的一个色彩的变化 好 当色彩变化了以后呢 可能莫奈花了一个多小时花的时候 他觉得色彩变了 好 马上换一副新的再画 所以他不是说一天下来 他一副画到底 他基本上是画了两个小时以后 当太阳环境发生变化以后 色彩变化以后 他就再画一副新的 好 再过两个小时 可能到了中午的 正午的时候 那太阳光非常强烈 照耀的时候 这个时候又变了 好 他又拿一副新的画 所以这样呢 他在这个鲁昂大教堂面前 站一天 他可以画很多幅鲁昂大教堂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 像竖写的新资的 他在捕捉光线 甚至有人说 他是和光线在赛跑 他真的和光线和时间在赛跑 莫奈 所以后来有莫奈的朋友 看到了莫奈的作画的情景 就说他是吞食光线的莫奈 好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 刚才我描述这种场景的时候 我相信莫奈在画甘草堆的时候 一样是这样的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幅 更加黄色 更加灿烂的 明亮的 鲁昂大教堂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幅对比 好 我们看这一幅 这一幅其实我特别喜欢 当我看到这一幅 特别他们俩对比很强 对吧 一幅黄色的 一幅紫色的 紫红色调的 蓝紫色调 然后加上 因为这一张图片的足够清晰 然后我们看到上面的 激励效果 然后颜色的堆积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样 你说这样的 鲁昂大教堂 用摄影技术能够完成吗 当时的摄影技术 完成不了 我们现在当代可能可以 可是当时的不行 非常动人 非常动人的 鲁昂大教堂 好 我们再看到一幅 然后这幅我们甚至看到 蓝色和黄色的交替 蓝色和黄色交替的 这样一个状态下的 鲁昂大教堂 好 我们多看几幅 再看这一幅 这一幅 这一幅可能呈现一个 淡黄色 呈现一个淡黄色 比较柔和的一个 光线照色下的 鲁昂大教堂 所以说 莫赖在画这些教堂的时候 因为他时间 把握得非常快 因为太快速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 把鲁昂大教堂的形状 画得那么的精细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 就可以更可以理解到 印象派画家不注重形状 他们注重的是色彩 所以我会看到这个形状呢 只能可能在有些画作 这两幅画还清晰一点 刚才前面那幅画 可能你会觉得 不是太清晰的教堂 你甚至如果有时候 不写了大教堂 大家都觉得 这画了什么东西 这画了一个什么 是建筑还是什么 有时候都不太清楚了 就已经非常抽象 因为莫赖要在很快的 时间的这样一个状况下 能去捕捉 这个教堂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这也是其中一幅 我们看到 每一幅的色彩都不同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让你去画 不管是教堂 或画哪个建筑 比方说我们武汉大学的同学 我让你去画武汉大主体的教学楼 你能够画出 这么丰富色彩的颜色吗 你可能很难 可能很难 可是印象派画家们 在这一块就做得尤为突出 非常非常出色 好 我们再看这一幅 这幅有没有点像阴天的时候 有点像阴天的时候 然后这一幅 我觉得甚至像阴雨天气 这一幅 好 每一幅都不同 每一幅都不同 好 我们看到不同色调的 鲁王大教堂 好 所以说这个系列 鲁王大教堂系列呢 确实和这个甘草堆系列呢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 这里呢 我找到了鲁王大教堂 真实的鲁王大教堂的摄影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的鲁王大教堂是这个样子 当时我们看到 摄影能够造出多少颜色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灰色调的 一个本身的鲁王大教堂 虽然我们会看到蓝天白云 对吧 可是在它的画面上 哪里有莫赖的画面上 能够有这么丰富的色彩 大家看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 画家真的保住了他们的饭碗 特别是印象派画家们 好 而且呢 看到这样的作品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 干草堆系列 包括干草堆系列 我还要给大家提醒的一个是 因为印象派画家们 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年代 火车已经被发明了 所以很多印象派画家 在他们20多岁成名的时候 他们甚至是坐着火车长大的 一个一代年轻人 好 我们大家体会一下 当你坐在火车上去观看 旁边的风景的时候 因为你会坐在一个比较快速的 一个交通工具上面 和你在行走当中 你去看风景是不一样的 对吧 因为速度 所以说那个风景 就会过得比较快 转化得比较快 所以那个风景的那个形状 在你的印象当中 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清晰 那么这是在高速度的 交通工具上 你可以体验到的情景 好 当时我们看一下 安格尔当时新古典主义的画家 他很反对印象派的画法 因为安格尔那个时候 已经真的是老古董 已经年龄很大 然后摄影技术的出现 让他很恐惧 然后火车的发明 我估计安格尔都不一定 敢去坐火车 所以他更无法体验到 在高速的这样的一个 交通工具之下 那个景色有多么快的变化 我们的视觉是怎么样在变换的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 这样的生活体验 所以对安格尔来说 他可能静静的坐在那里 画非常细腻的 细致的这样的一些 美女的这样的一些图片 这样一些画作 可能对他来说 这就是他现实生活当中 他所感受到的 可是这种高速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发展 带给他的生活体验 他不一定感受得到 但是印象派这些画家们 他们感受到了 而且他们也把它们 画在了他们的画布上 这张图片我找到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二十八幅鲁王大教堂 当然这一幅的呈现 会把它 它其实有点像 现代艺术的波普艺术 对吧 因为波普艺术里面 就有很多这种印刷品的 这种不同色彩的 包括像玛丽莲梦露 或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好 但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二十八幅 不同色彩的鲁王大教堂 还是让人觉得很震撼 对吧 真的很震撼 好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里呢 我下面给大家看一段画 是莫赖的一段画 这段画我特别喜欢 他说 我一天到头和这些画布打交道 画了一张又一张 有些颜色在前几天画的时候 消失了 调不出来了 可是画着画着 又突然出来了 当我以为我捕捉到一种颜色时 我会尽全力把它落实到画布上 可是它来去无踪 刚出现就消失了 呈现出另一种 我等待了好几天 想画在另外一张画上的奇妙颜色 所以我一天到头停不下来 哇 这段画我觉得它很神奇的就描述了一种 其实我们在前面在走进课堂之前里 我们不断给大家强调的一个 我们在面对画作的时候 我们的感受 你会发现那个感受真的是抽象 而且摸不着头脑 甚至就像那个画的颜色 就像莫赖在追寻那个画的颜色 来无中去无影 它来了一回 你又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捕捉到 因为我们有时候面对画作 我们会有一种感受 可是那个感受 当你用语言描述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够精准 你一描述它消失了 好像一描述它不太对 没有办法把那个感受捕捉得完全精准 所以说在面对画作的时候 包括画家 也包括我们观画的人 可能对我们来说 语言都不重要 我们可能就是静静地去体会和感受 这个画作呢 带给我们的那种美好的体验和感觉 然后对画家来说也是 但他追寻一个颜色的正确 但是也许呢 当他感觉来的时候 那个颜色就突然地冒出来来了 然后呢 突然地呢 它又走掉了 它就像那个感受 来又走 来又走 所以我们在观画和画画的 画画的人和我们观画的人里面 其实这个感受就是这么琢磨不定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在面对画作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少一点语言 少一点逻辑 少一点头脑的分析和判断 我们多一点用心去体会 包括这种色彩 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美妙的这种体验 好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又介绍一下 关于莫莱另一个很著名的系列 就是碎莲系列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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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